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快点来看下上个星期车谈发现了什么大小事吧 第一则新闻 B&W XM 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 售价 130 万令吉 你没有听错 B&W 最强最贵的 SUV 终于登入马来西亚市场了 这款车就是 B&W XM 同样的这款车也是 B&W M 部门第一款 PHEV 的车型 这款车采用了 4.4 公升的双涡轮增压引擎 匹配着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652 HP 峰值扭力表现 800 Nm 0-100 加速 只需要 4.3 秒 那这款车最近就在马来西亚正式的发布了 而且根据原厂表示 这款车在发布之后又多了 7 张订单 这之前已经借了 15 张 再加 7 张 所以它总数达到了 22 张 可以知道有钱人买车根本都不在意其他的东西 重点是要独特 但是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其实真的很好看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实车的话 你就会明白我的看法 另外呢 这款车的价格其实也不简单啊 根据官方公布的售价呢 在维持基础的warranty的部分 它的售价大概是 131 万 6 千令吉左右 如果你是要这个 5 年warranty 跟 free service 的话 那么它的价格就要接近 140 万令吉的 这样子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 第二则新闻 吉利博越库正式在中国市场公布 采用全新的平台打造 曾经有着中国最美 SUV 支撑的吉利博越呢 终于迎来了大改款 最近呢 吉利就在中国公布了这个预告呢 表示这个吉利博越库即将发布 并且在4月中开启一售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跟之前这个博越 L 呢 这款车其实是基于全新的平台打造 但是是不是 CMA 呢 原厂就没有提到 不过它的车身码其实跟这一代的博越呢 是相差不远的 只是轴距的部分进行了加长 它的轴距达到了 2701mm 是 C segment 的标准 所以可以预计呢 这款车的空间表现会比起现行款的博越稍微强一点点 至于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这款车暂时只公布了 它会搭载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81hp 峰值扭力表现 290mL 匹配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另外也会有全轮驱动跟前轮驱动两个选项 让消费者选择 大家觉得这个全新的吉利博越酷帅不帅呢 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蛮酷的啦 第三则新闻也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 Mitsubishi 的 AXX 大改款呢 即将登陆东南亚市场 其实这款车是 Mitsubishi 贴牌至 Renault Capture 的 一款小型的 SUV 车型 定位是 B segment 原本根据原厂的计划呢 他们只会在欧洲市场销售这款车 但是最近 Mitsubishi 公布了它未来5年的新车计划 有不少的新车都会进军东南亚市场 因为这几年他们在东南亚市场做得非常好 打铁秤是必须的 其中一款会登陆东南亚的新车呢 就是这个 Mitsubishi 的 AXX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部分 采用了 Mitsubishi 本身的 Dynamic Shell 的家族设计 只是其他的细节部分跟 Capture 都很相似 所以在内装的部分呢 则是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触屏主机 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重点在于它的引擎 在欧洲市场它有几个引擎选项 其中一个引擎就是跟我们的 Nissan Almera 一样的 1.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99 PS 峰值流率表现 152 Nm 不过相信这款车的定位呢 它匹配这个引擎基本上就是普普通通而已啦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未来 Mitsubishi 把这款车引进东南亚之后 会不会配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引擎 这样子这个竞争力也会比较强啦 不过说实话这个新一代的 AXXN 它的外观设计是真的好看 你觉得怎样 最后一则新闻就是这个 Mazda 的 CS60 即将进军东南亚市场 而且 3.3 公升的直六缸涡轮增压引擎也会来到东南亚 这款车型是 Mazda 第一款采用全新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新车 也是他们的定位提升的一款新产品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非常的豪华 内装设计用料也非常的讲究质感 而且目前呢这款车在日本还有欧洲开启一售之后呢 销售成绩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价格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虑 那么这款车会不会来到东南亚市场呢 最近就根据印尼媒体的爆料呢 其实这款车已经在印尼当地的有关当局进行了注册 而且呢除了这个 2.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之外 3.3 公升直六缸涡轮增压引擎加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 也会引进东南亚市场 但是当地的媒体一季呢 这个 CS60 3.3 公升的版本呢 它的价格应该会跟这个 CS9 的顶级版接近 作为参考 我国的这个 CS9 售价超过 30 万令吉 如果 30 万令吉让你去买这个 CS60 你会接受吗 不过根据之前一些传闻之处啦 马来西亚确实会引进这个 CS60 但是我们的起步价格会低于 20 万令吉 如果真的低于 20 万令吉的话 我相信这款车应该还会有竞争力的 好啦 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 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